-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崔時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天給大家帶來的是 北京突然拘捕澳洲華裔女主播 澳洲政府8月30日證實,中國官媒央視旗下中國環球電視網 一名在中國出身的澳洲籍記者成蕾在中國北京被拘留 現時成蕾仍未被起訴,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澳洲外長佩恩表示,8月14日從中方收到成蕾被拘留的正式通知 外交官已在上週四透過視像形式探訪成蕾 但佩恩沒有透露成蕾被拘留的原因 目前成蕾在物業本的家人發表聲明表示 希望中共當局遵循合法程序,但並沒有譴責中共當局的觸報行為 根據新浪財經2005年的報導,成蕾1975年出生在湖南岳陽 10歲便隨父母定居澳大尼亞 1994年商學學委後曾作為會計工作了6年,在2000年回國 在中澳合資公司負責財務工作 美聯社的報導指出,成蕾回中國後 在2002年開始投身新聞業,為中共黨媒中央電視台工作 主要報導與中國相關的內容,包括曾經受中共的許可報導 中共的兩會,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以及2010年的上海細博會等 在北京的澳洲圈裡很有影響 2012年至今,成蕾任職在中共的海外大外宣媒體 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據悉目前,他在CGTN工作8年的個人資料頁面 已從官網散除,介紹他之前的經歷視頻也忠而除 2017年,成蕾接受澳大利亞大學新浪官媒採訪時 解釋為什麼自己選擇做記者 他說自己有相與優勢,喜歡新鮮的事物,不斷學習 還提到了自己與兩家最大的財經媒體工作過 他曾公開表示,關鍵是要說好中國故事 時事評論員秦鵬說,成類的悲劇是他分不清中國與中共 被黨的黑洞吞噬了 官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女女語出驚人》為中共站台 不過,最近胡錫進又攤上了事,網路以全其公器私用 以權謀私等,分析指出 看來胡錫進這次要壞了,我們來看看是怎麼回事呢? 網絡上的一篇名為《賈老虎的崛起文章》 披露胡錫進的社交媒體帳號的主體為 《上海得以文化傳播有行公司》 該公司成立於2017年5月12日 註冊資金300萬,經營範圍為文化藝術類服務, 法定代表人為賀王玉傑, 大股東為上海市洋洋文化傳播文化有行公司。 文章質疑,胡錫進是否已經是文化公司的股東? 如果胡為股東,按照相關法律,他違反國家規定, 從事參與盈利性活動或兼任職務領取報酬, 應該撤職甚至開除。這樣,如果胡錫進不屬於官方事業單位編制, 也沒有參股,得以文化公司。 但是,胡利用自己總編的身份, 甚至用《環球時報》公眾號為他的私人帳戶宣傳, 是否試驗以權謀私,公器私用。幾天來, 胡錫進本人和《環球時報》都沒有對此有任何回應。 胡錫進女女語出驚人,百不為中共開脫。 8月26日,流亡美國的著名盲人人權律師陳剛誠, 應要在美國共和黨四連一度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發現, 他批評中共是人類的敵人,他正在恐嚇自己的人民, 正在威脅世界的福祉。 8月28日,《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則跳出來討伐陳剛誠。 有網友對此評論,胡錫進雖是遲早的事, 這樣的文人利用權力胡說八道, 胡濫用黨內官媒總編身份。 上蒙下騙甲大師父,不弄國際是非。 就連央視前主播崔文元都曾露斥胡錫進, 煤著良心替中共吊盤。 接下來,我們將視覺轉移到印度, 來關注一下中印邊界緊張局勢的最新進展。 在中印邊界緊張情勢升溫之際。 印度軍方今天31日週一對外發表聲明表示, 在8月29日至30日晚上, 中共軍隊違反了在中印對峙期間所達成的共識, 在中印邊界地區採取挑釁性的軍事行動,試圖改變現狀。 根據印度軍方的聲明指出, 事件發生在29至30日晚上的班公草湖附近。 中共部隊違反早前的共識, 做出挑釁性的軍事行動。 印度軍隊因此先發制人, 立即阻止共軍在班公草湖南岸的行動。 聲明指, 印度軍隊一直希望透過雙方對話來維持邊界的穩定和平靜, 但同樣具有保護國家領土的完整決心。 此外,印度政府消息人士指出, 自中印兩國在6月邊境爆發45年來最嚴重流血衝突後, 印度海軍便派出第一線戰艦到南海, 並在同一水域的美軍軍艦一直保持通訊,交換安全信息。 專家認為,印度海軍部署南海的舉動, 展現印度可以握住中方運輸重要航道的能力, 印度海軍其實完全有實力監控東線敵人、 中共和西線敵人、巴基斯坦的活動。 據路透社報導,8月28日, 美國情報總監辦公室已經通知國會, 將不再就2020年總統大選的安全威脅提供面對面口頭簡報, 只提供書面更深,以防止有人惡意洩漏敏感機密信息。 川普總統批評民主黨議員洩密還製造散播假情報。 國家情報總監若項, 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解釋了為何取消在國會面對面做安全簡報的原因。 他說,這不是第一次有人詢問,已經發生了很多次。 其中一次是,在簡報結束後幾分鐘內, 一些國會議員就出於政治目的,去一些媒體那裡詢問。 他們在製造一個根本不真實的罪事, 即是俄羅斯是一個比中共更大的國家安全威脅,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而是相反的,中共的威脅其實大於俄羅斯。 最後,我們在此瞭解一下美國國內蘇聯的最新消息。 美國前警員沙文涉嫌今年5月殺死了黑人弗洛伊德被控謀殺等罪名。 21日,沙文通過代表律師要求法官撤銷對他謀殺罪的指控。 理由是,弗洛伊德是死於毒品的作用,並非壓頸動作。 當地傳媒引述沙文代表律師提交的法庭文件顯示, 弗洛伊德的死因是吸毒。 律師表示,弗洛伊德此前懷有心臟病, 而他的死因極有可能是因為使用了分體梨酮病毒。 辯方律師稱,沙文是在不知道弗洛伊德用藥過兩個情況下, 才採取包括封喉等藥促術,以防止弗洛伊德傷害自己和其他同事。 因此,律師認為沙文沒有造成弗洛伊德死亡。 但與此同時,明利蘇達州警察官在同一天也提交了書面文件, 表示將對沙文等四名涉及弗洛伊德之死的前官員尋求更嚴厲的判決。 今日的新聞跟大家介紹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這樣當日的節目發佈時,你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歡迎轉發,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再見。